在2005年 即是2023年前 政府透過我們的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支持長春社會不會一起在漲年加強保育 加強生物多養性 接著去到大概是九年前左右 因為和花鳥是會逃經香港 逃經浪源 所以種這個水道 令到和花鳥有一個補給站 有東西吃 有杜米 是能夠支持和花鳥這個身體的 再進一步就是在上年的秋季 如護著是批准官僚會 在一些路經浪源的和花鳥 帶上這個脚環 能夠善用科學 令到這些和花鳥的身體 是多一些數據 政府近年做到幾個 你可以說是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第一 在過去兩年左右 制定了香港第一份城市級的保育南國 叫生物多養性策略促運動計劃 簡稱是BSAP 是根據國際的約章 是制定香港五年保育的計劃 要投放資源給漁護處的將軍部門 一起去加強保育 加強保育 加強保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